我走的旅行路线你也可以来 愿你这一生既有随处可泣的江湖 也有追风逐梦的骁勇 大家好,欢迎来到青春自驾 现在我身后来到的就是这个 玉龙雪山的这个游客中心 玉龙雪山的话它是一个5A级景点 它这个门票价格是100块钱 然后另外还需要购买一个索道家观光车票 是140块钱 总共消费是240块钱 其余的项目可以按照需要来选择 这个玉龙雪山的话在纳西域里面被称为五鲁 意思就是银色的山岩 它是纳西族人民心中的这个神山 一共由13座山峰连绵起伏构成 这里的话距离丽江古城大概30公里 开车过来40多分钟 然后如果想打车过来的话 价格大概是780块钱 也可以坐那种景区的旅游专线车过来 价格是15块钱 它这边的话景点主要是一个冰窗公园和蓝月谷 待会儿的安排就是先坐索道上到一个海拔4503米的平台 然后走步站道 可以上到一个海拔4680米的全景观景台 游览完以后我们再乘着去蓝月谷看一下 然后这个就是基础的安排 现在的话我们就正式进去参观 走 这个锁道时间段的话刚好也差不多到了 现在可以直接检票进去 冰窗公园锁道后车厅 现在过去 这边要检票了一下 刚刚检票进场了 现在的话去坐车 成就第一分之理 就这个冰窗公园锁道后车厅 刚刚检票进来以后 这边就有这个氧气瓶的自助售卖 60块钱一匹 哇好贵啊 在网上买大概35块钱一匹 走吧去坐车 看那种 看那种的团体穿的那种红色的 红色的防寒糊的话 是那种景区提供的 50块钱一件 可以租 不过我的话就自己穿的这种美容服 自己穿的美容服 不用做他的衣服 我也知道有多冷 根本就没有那么夸张 现在的话就上车吧 这个大发车已经在等了 尊敬的各位游客您好 疫情防控期间 为魏阁警区疫情防控管理规范 也要求 请各位上车的游客 及时备戴好口罩 做好自我防护措施 谢谢 这个游客中心的海拔是三千零五十米 刚刚坐了十分钟的这种的大巴车上来 到现在到了这个锁道的下站 现在去坐锁道 上冰窗公园 这里就是 在这里摆队好多人 现在去找这个锁道的路口 这么多人在海队 羽龙雪山锁道 锁道路口 今天还好人不是很多 还不错 之前看那个网上的公园说 人多的时候排队要排三四个小时 真是吓死人了 现在看起来也 现在看起来也没有多少人 看一下 羽龙雪山 看不到了 待会儿下来的时候再拍个照片吧 走了 先去做锁道 雪山酿着北方的美酒 化作清雀流过我的身旁 又采花开出金色的希望 又采花开出金色的希望 我采花开出金色的希望 我采花开出金色的希望 雪山 多多少会我采花开出金色的希望 为你把神节的祝福写上 为你把祝福写上 我采花开出金色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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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经过十分钟的这个锁道 已经到了这个观景平台 这里的海拔是4506 这里有一个牌子 海拔是4506 手机上的海拔也有4500米 差不多 大话可以沿着这个站道 一直走上去 走到那个海拔4680米的 那个全景观景台 现在的话在这个平台撞一下 这个是刚刚上锁道来的这个平台 海拔4506 然后先环视一下周边 这个是上来的那个锁道 锁道也蛮快的 大概10分钟就上来的 然后雪的话就这个高处地方有一点雪 其他地方没什么雪 看一下周边 我倒没有难受 我哥哥有点难受 诶 词验 这是另外一边平台的另外一边 也就像顶上有一点点雪 那上面就是那个布 布沾道 你看 他们一上来就在这个平台上开始西洋了 走吧 这里好多人坐在这里休息一下 嗯 可能刚刚上来有点喘 一个个都拿着一个拖到的氧气瓶 那边也有一个小型的站道 就是这样吧 我们先上这个最高处的这个观景台看一下 然后待会的话再去这里看一下 然后就下去 走吧 可以带着小孩子来的 走吧 哇 那个小姐的服装不错 刚刚上这个平台 这个平台虽然海拔有4500米 但是也就是这个风吹起来有一点点不算特别的 现在的话就正式上这个布沾道 去到那个最高的观景平台区看一下 走吧 好久没上高原了 这个布沾道走了一小段还是有点喘 不过西洋气这种事就不至于了 这里海拔4571米 距离终点4680米 还有322米 人家有风险提示 如果出现身体不适 请立刻返回 每个人标配一个大氧气瓶 如果爬不了高海拔的体力活动的话 可以就在那个刚上来的平台 往那边走一点点有一个平台 也可以看那里应该跑多了 就不用爬这个这么多的布沾道了 不过这个高处的景观肯定更好看就是 只要身体允许 还是要过来看一看的 最高点震撼你 止热可待 过去吧 他们在用无人机拍照 距离上面最高点还有一点点距离 还有一长串的站道 这里是回来的站道 好多人已经下去了 走吧继续 现在距离最高观景台目测只有一个平台了 加油 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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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测只有一个小平台 马上就到了 走吧 这还有外国的东西 都不要了我车都不熄了 都不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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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这个平台是倒数第二个平台 还剩下最后一个最高点了 好几个一点 先来看一下这个平台 好高哦 你看离天窗好近的是不是 那是最高的一层 旁边又有一点雪 只有在山顶 有点雪 这是走上来的站道 从那边直接捞上来 右边是下去的 多人还往下爬呢 看 那大平台就是下锁道的地方 一路的站到盘上来 走吧 还有最后一层 一鼓作气 好 终于到了这个 最高观影台 最高观影台的话 排队跟这个石碑拍照 海拔4680 一大堆一个人在这排队 不得不说 这一段站到还是有点难度的 如果没有上过高原的话 可能要船死 所以还是要带瓶氧气的 如果没有上过高原的话 现在的话就在这里逛一下 这个石碑的话 我就不用在这里 我就不在这里排队了 随便排一下就可以了 随便排一下就可以了 好 谢谢 这里有 你说错了 鱼龙血厂4680 快点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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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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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旅游是心灵的向往 欠自己的旅行终有一天要还给自己 如果你不出去走走 你就会以为这就是世界 这个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同时呢也非常期待能够得到您的关注与点赞 谢谢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